小龍油 鋼紅春 邊上一片白茫茫 這不是下雪 這是礫石和泥沙 是眼前被撞爛的砂石車 所在運的 砂石車的車頭車頂 被削掉一大半 後方藍色貨櫃嚴重扭曲變形 在運的泥沙盆柬滿地 現場滿目瘡蜚 在台二線111.8K處 發生砂石車交通事故 後方那輛呈現不同方向的砂石車 就是造成事故的另一方 同樣也是撞得咪咪貓貓 車上在運的砂石土方 灑出淹沒路面 到處都是破碎的車殼零件 車頭彎斜嚴重悔患 從正面看更是驚人 這起死亡悲劇 發生在今天凌晨6點 跨年年假第一天 兩個駕駛人漏夜送貨 疑似會車時 兩車莫名對撞 巨大撞擊力道 開往宜蘭的砂石車駕駛 投入破裂 當場趴我駕駛座明顯死亡 北莊基隆的砂石車駕駛 一度夾困車內 搜救人員間急破壞車體 架梯爬上將人救出 但仍已無生命跡象 送一急救宣告不治 警方表示兩車碰撞處 是在新北與宜蘭的交界處 這麼一撞 現場一度雙線封閉 直到早上將近9點 才開始清理 將殺死車吊骨一致 對撞原因 是否有人救駕或疲勞駕駛 警方還在調查釐清 警方呼籲駕駛人 應隨時注意 前方車況 避免意外發生 而跨年元旦連假開跑 高速公路早上 已經湧現車潮 早上9點 從新竹開始 南下路段 一路狂塞 歸宿行駛 連假首日賽報 高公局呼籲民眾出門 務必養足精神 以迎接這走走停停擾人的車況 預估本日交通量 將達到109萬車公里 南下狂塞 時速低於40公里 背上順暢 時速高達90公里 寂寞 休息小湖 平日 逃 Mam 辜 呈